欢迎来小镇志 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经文 请看一下 这一次慕尤丁又提到铁板了 而且这一次的这一块铁板 是妥妥当当的彭亨州王室 在今天彭亨州的王储 就指控慕尤丁 恶意的在抹黑他的父亲 也就是我们的前最高元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主要就是在慕尤丁之前 在一场演讲里面 就讲说当时候 2022年那个大选之后 实际上他是获得了 大部分议员的支持的 但是这个最高元首 竟然没有直接 让他成为首相 让他组这个政府 反而最终是给予安华当政府 当然他就只是把这句话 缠名出来 不过这番话背后的含义 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讲说 这一个最高元首 没有很好的履行他的这个职责 所以实际上这一个指控 是含有对最高元首不敬之意 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自己讲而已 实际上在这一个彭亨州王储 讲之前 包括行动党的雷尔 还是这个巫统的人 都有纷纷出来 要这一个慕尤丁道歉 甚至其实已经讲说要报警了 但是拖到现在为止 是这一个彭亨州的王储 他终于出来 而且是由他自己促请警方 要对付这个慕尤丁 实际上在这个贴文下面 就连彭亨州前最高元首的这个夫人 我们的前元首这个后 他也是其实出来力挺 这个前元首的 所以到底这件事情 应该要怎样去分析 我认为有两点大家要去看看的 首先第一 慕尤丁这番言论不外乎就是讲说 其实这个前元首是偏心 对吗 就算是他有这个数字 也不让他成为这个首相 不过大家要想一想 在这个前元首的这个任期之内 实际上慕尤丁有没有当过这个首相 其实是有的 当时候喜来登政变的这个时候 到最后是谁坐上了这个首相的宝座 就是这个慕尤丁 那时候其实最高元首也是这个彭亨州的 所以我们想想看 这件事情实际上也足以证明了 这一个前元首 他也是按照当时候的这个支持度 这个数目来直接履行他的这个责任 来委任谁是做这个首相 所以并不存在着所谓这个前元首偏心的这件事情 那要怎么解释慕尤丁有了这一个数目 有了这一些知识 但是做不了这个首相了 我认为这大家就要好好的想一想 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了 很简单的 我举个例子 像是以前安华也是讲说 他有很多这个数字 他有数字 他可以当这个首相 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他没有如愿的成为这一个首相 其中一个最直接的解释就是 确实可能在当下 你是有那个数字 但是在当时候这个证据动荡的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数字是会跳动的 他是无时无刻一直在跳动的 那前几个 可能有十个议员说要支持你 下一秒一变一下 马上就支持对岸了 像是我们都知道的 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 也是有SD党 本来支持这个国盟的 啪一下 马上跳回来支持这个安华 所以意思是什么 实际上他可能真的是有这一个数目 他可能真的在那一个时刻底下 是拥有过半的这个知识 但是这一些知识很明显的 其实都是不牢固 不靠谱的 很简单 如果这一些数字都是靠谱 都是可以靠得过 那为什么转个头 就换上安华坐上的这个首相呢 所以作为一个最高元首 我相信他当时候的考量呢 应该就是 你除了要当下有数字 你还要确保说这个数字呢 对于你而言是可靠的 是忠诚的 这样才会避免说 如果你一坐上了这个首相 真的让你坐了政府 下一秒马上有人投你 你不信任东西 然后你的人呢 马上跳 那不就是刚刚成立的政府又要倒台吗 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对马来西亚来讲 也是一个灾难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是跟着当时候的这个数字跳动 而直接的采取所有及时的行动 那我们实际上会组了多少个政府 换了多少个首相 因此我认为当时候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最高元首 实际上一定是把这些事情通通都考量在内 也就是除了你需要获得过半的知识 你也要证明说你的这些知识是可靠的 是可以长久的支持你的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就给个这个口头承诺 就算的那一种 也因此从这件事情看回去 你要指控说这个前最高元首 他没有好好的履行 他的这个职责 我认为这个指控其实是相当的严重的 而我们以事后论而言 那个前最高元首到最后让安华坐上了政府 然后组织成了这个团结政府 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整体的政坛是稳定的 并没有再出现所谓的这个希莱登2.0 也在那一个时期通过了 当时候的一个不幸认的这个动议 所以我认为其实前个最高元首 是做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了 不懂你认不认同 认同的话写一个555 我们就看说慕尤丁这次要怎么原厂 这次呢踢到了这个铁板 奥迪会摔的多重了 OK 所以这期见到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